我们现在开始学习这个曲线积分就是Line Integral 那么我们首先学的是Line Integral to ArcLens 就是对弧长的曲线积分 那么对弧长的曲线积分 我们先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如果有这个一样的平面的曲线 我们不一定是平面的 我们可能就是一个Curve 我们这个Curve 我们以平面曲线为例 它在每一个点 它的Density 我们可能是Density 我们可以写成就看三维的吧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它的Math 因为它的Density在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去怎么样去找它的Math 我们知道一般的Math 就是它的长度乘上它的密度 那这就是它的Math 那现在密度是不均匀的 它在每个点的密度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它的Math 那么跟所有的 跟所有的这个积分一样 那我们先把这个区域 我们先把这个曲线 划成很小的一段段 那么在每一段上 那么在每一段上 我们可以认为它的这个密度是一样的 因为每一段它的密度很 它的这个长度很小 所以它的密度变化不会太大 那所以在每一点 在每一小段上 我们可以看 在每一小段上 我们可以用一个 在我们找这其中的任何一点啊 再乘上它的长度 因为我们可以去任何一点的密度 就在这区域区间上 任何一段的 以一个点的密度 来作为整体的密度的代表 因为这个 因为线段很短的话 它的密度变化不会太大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近似 那所有的 那全部的这个整个线 整个这个Line的它的Math 就是所有这些小段 每一小段上的Math的相价 它可以近似的用 Sigma i从1到N 这个是Rho x i 星 Y i 星 Z i 星 乘上Delta si 那么我们我们知道 这个就可以得到它的Math 它的质量的近似值 那我们如果把区间画得更小 那么我们很显然 它的近似程度越高 那么我们画得更小 那么近似程度越高 那当每一小段都趋近0的时候 那我们得到这个 求这个一个Limit 每一小段都趋近0 那我们这个它的 我们求个Limit以后 它的精确值 就得到了它的精确值 这儿的Delta s是 我们最大的那一段 就是最大的那一段都趋近0 那我们就得到得到了它的精确值 那对像我们所有的积分一样 如果是有Limit和Summation 我们就是一个Integral 我们就把它记作这个Line上的Integral Rho X Y Z Ds 那它的定义就是Limit Delta s趋近0 Sigma i层1到N 这个或者是N趋近五穷大 这个Delta s趋近0 也是同时也表明了N是趋近五穷大 那这是Rho X I心 Y I心和Z I心 然后Delta x Delta s 所有的这个积分的定义都是这样的 那我们的这个定义 我们说这个定义 这个积分就是 这个积分的定义 实际上就是一个Limit 一个Summation Limit跟Summation一起 就是一个积分 那么这个是我们叫做对弧长的LineIntegral 我们说是InTerms ArcLength 或者是LineIntegral Regard to the ArcLength 那因为我们 为什么我们叫做ArcLength 因为这一段 这个是Ds Ds就是我们的ArcLength的 弧长的元素 它是跟这个 只跟这个曲线的长度有关 跟它的方向没有关系 那我们后面要讲 跟它方向有关系的 那是我们 这个Vector4 那现在我们讲的是 只跟曲线的长度有关的 因为我们算Density 算Math 我们是不会有方向的 这是它的定义 那我们怎么样去计算 实际上计算 我们是把它们 画成这个 DefinityIntegral来算 怎么样算呢 我们第一种情况 如果是如果这个曲线是一个Graph 也就是说它是Y点Fx这种情形 x从A到B 那么这个LineIntegral 那么这个就 我们把这个写成Gx吧 把Y用Gx带进去 把Y用Gx带进去 然后Ds变成什么呢 Ds变成根号下 1加上G关于X Derivative的平方 Dx 这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我们 如果是X等于XT Y等于YT 而T是从 我们用 alpha和beta来表示 那这个时候 LineIntegral Fx 那么这是一个平面的 因为这是只有X和Y 或者说写成 R等于RT 它是参数方程的情况下 Xt YT 那么得到的这个LineIntegral 它就会变成 T变成T从alpha到beta 把X用它的参数方程带进去 Y也用它参数方程带进去 然后Ds变成什么呢 Ds变成关于X X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加上Y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然后再DT 那么第三种情形 如果说它是空间曲线 T还是从alpha到beta 那么这个LineIntegral就应该是 我们写到下面 那这个LineIntegral Fx Y Z Ds 就会变成 T是从alpha到beta 把X Y Z 都用它的参数方程带进去 然后Ds变成 根号下 X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Y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和Z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然后DT 其实这个我们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可以写成alpha beta 然后是FxT YT 和ZT 再乘上R关于T的导数的长度 然后DT 那上面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写成alpha Beta Beta FxT YT 然后再乘上R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长度 DT 这个第一个T 第一我们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 这个减其实是很简单的 我们看第二和第三 就是Line 这个Line是R 它的曲线是R等于RT 等于RT的情况 那我们知道 以前讲ArchLens的时候 我们知道DS是等于R关于T的导数的长度 再乘上DT 我们都换成关于T的函数 所以我们 LFx Y DS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T 从 那么 我们就变成T的变化范围了 就从alpha到beta 这是X关于T YT 然后RT的 摩产DT 那么我们知道R关于T的导数的摩产 R关于T的摩产就是刚好下X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加上Y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然后DT 因为这个是DS 我们以前算DS也是这样的算 那么这个是表示T0 这是T1 因为它的长度是这样的算的 好 那么第一种情况 这个 对第二的 三位的话我们是一样的 等于一样的 一样的去算 如果说 Y等于F等于GX这种情形 那我们可以把它画成参数方式的样子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写成RX它是等于XGX 那么R关于X的Derivative它就等于1G关于T的Derivative 所以跟我们第二种第二种第三种方式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LineIntegral F Y DS可以写成这是X是从A到B F GX 然后R关于XDerivative的长度 然后DX 然后再把R关于T的导数可以算进去 那就等于从A到B F X 这是GX 这根号下1加上G关于X导数的平方 好 这是我们的计算 三种情形 这三种情形 这三种方法 我们看具体曲线的表达式是什么样的 如果曲线表达式是一个graph 是一个一元函数 那我们就用这个公式 如果是平面曲线的参数方程 我们用这个公式 如果是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 我们用这个公式 我们来看立体 用这三种方式来看立体 我们 嗯 我们 Evaluate 这个LineIntegral Y平方D 我看一下 Integral 我们是根号Y LineIntegral 其中 LineIntegral 是一个泡物线 LineIntegral Y等于X平方 它是从0,0到 LineIntegral 1,1之间的一段符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 它的Line是一个Y等于X平方 也就是说Line是Y等于X平方 那么X是从0到1 这是X的坐标 第一个前面这个是X的坐标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看X是从0,0到11 这是1,1这是0,0 那我们有看到这是Y等于X平方 那么我们这个Line是一个Graph 所以我们就用第一种方式 所以这个 根号YDS 我们说的是把Y用X用GX来代替 那么Y就等于X平方 我们看看这个D Y等于GX的话 Y等于GX的话 我们这里面的Y就用GX来代替 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的积分上下线 就变成X的积分上下线 或者是起点到终点 那么X是从0到1 Y是X平方 所以是X 那么DS是根号下 1加上1加上 那么我们知道Y的导数是等于RX 所以是RX的平方 然后在DX 所以是从0到1 X乘上根号下 1加上4X平方 DX 那这里我们要算积分的话 我们把根号里面 我们可以令U等于1加上4X平方 然后DU是等于8XDX 所以XDX等于8分之1DU 我们直接是这个XDX 因为用根号下面是一个平方 而外面又有一个X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代替 如果没有外面这个X 我们就要用三角代替 这个就看我们 要复习一下我们以前的 indefinite integral 所以积分出来 是我们是8分之1 根号UDU 根号U那么就是 1加上4X平方 根号U那么就是2分之3 还要乘上一个3分之2 当然这个我们 可以这样子写 这是0到1 这不是0到1了 那这是根号UDU 因为我也可以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算 那么U 当X等于0的时候 U等于1 X等于1的时候 U等于5 可以写成用这个方式来算 那我直接算出它的原函数 我直接算出它的原函数 然后再用X的从0到1来算 12分之1 3分之2乘上8分之1 是12分之1 然后带1进去是5 5的2分之3次方 就是5分之5 减去 带0进去是1 所以是等于是2分之1 这是5倍根号5 简易 这是我们第一种情况 就是它的这个曲线 是用一个graph来写出来的 那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题 我们看一下 不是graph的情形 好 我们 Evaluate 这个Line Integral 这是Y A sinz dx where L is the helix 就是一个螺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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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要不要这个A 我们也是单位员吧 单位员是吧 这就是这等于T 这个可能比较简单一点 有了A和B 虽然计算上差不太多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常数上的麻烦 我们用个最简单的方式 那我们来看 这个T 是从0到2π 就一个周期里面的 那我们知道 X给于cosT Y等于sinT Z等于T 那我们直接可以算这个 也就是说 它给出来的是这种 9integral是RT 它是等于cosT sinT和T 那我们 要把它的导数算出来 就是-3T cosT和1 所以这个 R关于T的导数 这个长度 实际上就是 根号下X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Y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我这里 我这里用这种形式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用这种形式的 这都没问题 因为实际上最后算出来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 根号下X关于T的导数平方 Y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和Z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所以这是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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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到2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积分 Y3 Z DS 所以是等于 T是从0到2π Y就要用 Y就要用这个 参数方式里面的东西带进去 所以是 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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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4 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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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4 Y1 Y3 Y4 Y4 然后从0到2π 然后带2π和0进去 34π等于0 310也是等于0 所以这部分是没有了 1t那么就是π 所以是根号2π 这是三维空间中的参数方程 参数方程给出的曲线的 这个表达式 那我们再看一个 我们再看一个二维的 这个Line Integral YDS 那么L是什么呢 L就是 X是等于t的平 t的立方 Y是等于t的平方 这是半立方抛物线 t是从0到1 那么这是二维的 当然二维的和三维的 只要是参数方程给出的话 它这个解法没什么 没什么不一样 我们可以写成Rt是等于 t的三次方和t的平方 t是从0到1 那么R关于t的导数 它就是等于三倍t的平方和Rt 所以R关于t的导数的磨长 是根号下9t的四次方 再加上4t的平方 所以这个积分YDS 因为t直接是从0到1 它已经给出来了 t是从0到1 Y Y本身是t的平方 那么DS是根号下9t的四次方 加上4t的平方 然后DT 那这里其实还可以有个t出来 这是t的三次方 然后9t的平方 加上4 然后DT 那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做变换 当然也可以用三角变换 在这里我想不要用三角变换 可能比较好一点 所以为什么呢 那因为我们这是t的三次方 这里面是t的平方 我们把这t的三次方 提一个t出来 就相当于是把里面的这个 看成是一个导数了 可以变成什么呢 我们可以写上t的平方 好 根号下9t的平方加4 再乘上tDT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tDT 可以看成是这里面这一部分的导数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设 设u等于9t的平方加4 那么DU就等于18tDT 那我们看这有tDT 所以TDT就等于18分之1DU 所以是 我们可以写上18分之1 而t的平方等于什么呢 t的平方就等于9分之1 U减4 就变成一个多项式了 18分之1 这个上下线 t等于0的时候 U等于4 而t等于1的时候 U等于13 我们可以把上下线全部换 我们可以把它们全部换掉 那么18分之1 t等于0的时候 U等于4 t等于1的时候 U等于13 然后这是 t的平方是9分之1 U减4 然后t 这个是根号U 根号下这里面是U 那么TDT 我们已经18分之1DU 18分之1我们写到外面来了 172分之1 162分之1 8 172 对 162分之1 然后U 然后U乘上根号U是U的2分之3次方 所以是U的2分之5次方 那么乘上5分之2 那么4被根号U 那么减去4 根号U是U的2分之3次方 还要乘上3分之2 然后从4到13 这个挺复杂的 看起来啊 162分之1 5分之2 13的2分之5次方 减去3分之8 13的2分之3次方 那么再减去5分之2 4的2分之5次方 再加上3分之8 4的2分之3次方 那么后面这个4 这个部分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 162分之1 这里是5分之2 乘上13的2分之5次方 减去3分之8 13的2分之3次方 5分之2 4的2分之1是2 2的5次方 就是5分之64 5分之64 那么3分之8 这是2的3次方 所以再加上2的3次方是8 也是3分之64 好 看起来 这个数字看起来特别的麻烦 那计算是这样的计算 这是一个半立方泡物线 那么我们主要是分成三种情形来计算 那这三种情形 我们每一种都计算 给出了一个例子 那这是我们对弧长的曲线积分 也就是说Line Integrate in Terms of ArcLens 它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这些东西